2017年10月2日,拆迁户徐德海在抗拆时被对方人员殴打,左边耳朵被撕开。受访者提供,河南省郑州市上月发生暴力拆迁,村民曹春生抗拆酿成一死一重伤血案后,当地仍然未停止强拆。 曹春生居住的百炉吞村,周一、二日,玩有村民的房屋徒遭逾百人枪闯,把户主打至重伤后,房屋省间被拆掉。有拆迁户指出,被划入为拆迁范围的几年间,每天担心受怕,精神和心理备受压力。 文语情报道,郑州市高兴区的百炉吞村,上月村民曹春生因为抗拆,造成对方人员一死一重伤的血案,事件引起各界关注,但是当局并没有因为舆论而暂时停止拆迁,行动继续进行。 曹春生居住的百炉吞村,周一、二日,晚上约八十,同村的村民徐德海的房屋成为当局强拆的目标。 徐德海对本台表示,对方有备而来,手持伸缩棍和盾牌,先是枪行把他和家人拉出屋外,然后再强拆,期间因为他强烈反抗而遭到暴力殴打,受了重伤要立即送院救治。 徐德海说,我们都睡觉了,然后听到有人喊有事,我一出家门,就被那些黑社会抓住了,他们抱着我和拉我,但是我不出去。 跟对方僵持了好长时间,到最后他们就向我甩棍,打伤后我就住院了,家里没有人,昨天晚上就把我们家墙拆掉了。 徐德海的妻子补充说,这些黑社会人员十分暴力,甚至把丈夫左边的耳朵撕开,需要紧急做手术。 徐德海气说,黑社会有一百两百人,过来打我丈夫,打到他骨折,也把他的耳朵打掉了,需要做手术,左耳朵至少缝了有十六针。 徐德海指出,警察配合当局的整个强拆行动,他与拆迁人员将持的十多分钟期间,家人不断打一百一十报警,派出所与他家纸箱距约一公里,可是却在他被打伤后才出现,这时殴打他的人员已经逃走,然而家员便在之后遭到强拆。 就徐德海的情况,本台致电高清区政府了解,但电话没有人接听。 邻村的村民史先生形容当局的强拆病位,得到村民的同意便进行,由于拆迁户反对,当局便利用阴险手段强行达到目的。 史先生,现在有好多地方,有时候都是偷拆的,反正听说是很多都是在你不注意,或人不在家的时候就来拆。 另一名邻村的村民赵女士指出,这数年间郑州市的强拆此起彼落,发生曹春生抗拆写案后,不少拆迁户精神和心理备受压力。 赵女士说,昨天晚上是真被一户,但是以后像我们这些没拆房屋的村民都要面临这样的强拆,不单单是高清区,整个郑州市大概还有几百户要拆的吧。 像我们在规划区的,已经三年多了,每天都没法出去,都带着压力看着家。 9月4日,当地,管委会带领一伙手持各种器械的人士,以即使来大型机械来到曹春生家准备抢拆,护主曹春生奋力反抗,当场造成对方人员一死一重伤。 曹春生在逃离家园后三天已被弃捕归案,目前已故意伤害罪刑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